早上好,今天闲聊闲聊 吃补充剂与口唇、嘴唇开裂 我最早这个嘴唇开裂是在吃姜黄素和黑胡椒的时候 因为说姜黄素吸收叉要跟黑胡椒混在一起吃 那么姜黄素和黑胡椒它本身也就是一个调味料 在超市里有卖 不一定要去买那个补充剂的小胶囊 不一定要去买那个装在小瓶子里的补充剂小胶囊 因为那个价钱也贵 我买的是一大盒的那种 我买的这个姜黄粉 你看有这么多 这么多一大盒这个姜黄粉 这个可以吃好长时间 还有配的这个是黑胡椒 这个黑胡椒也是一大块 这么多 这是当调味料来买的 这个是克克兰的这个黑胡椒粉 那么当时我那个炒菜的时候 反正姜黄和黑胡椒都是调味料 我炒菜的时候就放在菜里面 炒菜是花了花了炒菜 有时候可能是因为这个黑胡椒放的量比较多 我可能往里面一撒一撒 可能撒了多了 撒了多了黑胡椒 撒了多了吃了时候也没什么吃了之后过过了几天发现这个嘴唇这里都开裂裂开来了 最后形成了像有一点像口角炎 口角就是嘴唇这个两边两边口角的这个地方开裂的最厉害 后来我吓得怎么回事呀 后来就想想想想到大概是这个黑胡椒 黑胡椒它可能就像那个中医里面讲这个容易上火是不是上火的 后来就把这东西停了停了一段时间 停了一段时间大概过一两个星期嘴巴就好了 这个口角炎也好了都好了 当时是怀疑这个原因 后来这个嘴巴裂的时候呢 同时我也在吃这个维生素D3和这个综合维生素的片 这个综合维生素片 当时我在想是不是这个维生素这个片也导致了这个口 嘴唇开裂呢 后来我就把这个维生素也停了 停了一段时间 后来停了之后呢 反正就嘴巴嘴唇就不裂了 不开裂了就好了 不过这个东西也不是说吃所有的补充剂 我都会嘴唇开裂 我记得我之前吃那个基因港的NMN 嘴唇也没有开裂 吃那个Sinext 我这个瓶子还留着正好给大家看一下 我当时吃这个NMN嘴唇也没有开裂 后来吃这个 吃这个嘴唇也没有开裂 只不过就是有点脸红 耳朵发热 耳朵根发热 我那个NMN还吃过 Alive by Nature的蛇下寒片 吃那个的时候嘴唇也没有开裂 就是说明它是某些补充剂可能会导致嘴唇开裂 可能是因为里面所含有的某些元素的问题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我吃的是那个透明质酸 还有萝卜柳柳素 萝卜柳素吃了之后不是像那个吃黑胡椒那个裂的那么厉害 就是这个地方下嘴唇的这个地方有点褪皮 褪皮好像特别厉害 萝卜柳素吃的时候 褪皮多了之后就好像这个皮可以一扯扯下来 然后扯的多了不就裂了吗 这里面就它这个皮就也有点类似于裂 但是没那么严重啊 这个很奇怪 后来停了几天之后呢 又又又又又又好了 然后呢 最近两天呢 我吃了这个透明质酸 那个透明质酸也有可能不是透明质酸造成的 我吃的萝卜柳素就是这个 就是视频里面我给大家介绍的Blockmax这个 Jarow这个 后来我吃的那个透明质酸呢 就是这个啊 这个云这个不是不是视频里面推荐的第一第一款 因为那个没买到啊 这在美国买的话货要运到中国还要两三个星期 这个货还在路上跑 所以所以临时先买了这个 后来我发现这个透明质酸的里面的含量不仅有透明质酸 还有这个Alplolan 还有Alpha 流行酸 还有什么葡萄籽 它快混了乱七八糟的 混了其他的这个三样东西 那么到底是什么东西造成了就不知道了 那么我就等我后来买的另外的那个透明质酸到货了之后呢 我就这个我就不吃了 我就把它换成另外一种透明质酸 那个透明质酸里面没有含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然后换一下试试看 到底是透明质酸的问题还是这里面含有了其他成分造成的这个嘴唇容易开裂 还有这个牌子呢是视频里面讲的这个牌子 是布莱德博士选择的这个牌子 那么是不是布莱德博士选择的牌子就一定是最好的牌子呢 我现在觉得也不一定 为什么 因为布莱德博士他本身自己说过他有学生贷款 他有经济压力 所以他在选择补充机的时候他有可能会去考虑补充机的价格 他会选一些可能比较 价廉物美他认为价廉物美就是价钱比较便宜的那些补充机 因为这个原因呢也许他选了这个牌子也并不是说是市场上最好的 因为后来我听一个澳洲的朋友讲这个叫Jarow的这个牌子好像也不是最好啊 所以呢他这个价格呢偏向比较便宜啊价钱比较便宜 一百多块钱人民币就能买到了 所以有人说这个 澳洲的那个朋友说这个牌子可能不是最好有其他的 这个萝卜牛树加黑叶子美比这个牌子要好的 当然我也这次听说了呢我们讲话要有证据啊 你好好在什么地方不好好在什么地方 要有具体的东西不是随便这样讲的对吧 再一个就是讲我不是说我我在视频里面讲过的牌子就我一定要说他好话 我也会说他坏话 这个牌子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啊 这个这家产业不是我我开的啊 就是说我们只是客观的说这个牌子好我说他好 他不好说他不好 我们只是客观的呈现这个事实 就是说就算是我视频里讲的哪一天我觉得他不好了 我也会直接的说 不会说因为啊因为我推荐这个牌子 所以我我一定要销量我一定要说他好我不能说他坏啊 因为有些有些做自媒体的 他是他的这个收入是跟这个保健品的销量挂钩的啊 所以他有些东西他就只能说好话不能说坏话啊 这个问题在我这里不存在啊啊 我现在是没有做这个销售就算做这个销售 我也不会说啊我说只能说好话不能说坏话这样子的话就不客观 不客观了啊 所以说再有如果有进一步的证据啊 证明是这个这个牌子不好 如果是这个牌子不好 那么就换好的 当然想讲话要有证据你好好在什么地方坏坏在什么地方不好不好在什么地方 这都要有客观的事实啊 今天就这么讲到这个嘴唇开裂的问题啊 因为说明这个说明这个每个人对这个补充剂它的耐受程度或者说吸收程度它是不一样的 嘴唇开裂有可能是吸收的比较好啊 吸收的比较多造成的也有嗯也有可能是体质不同造成的 因为我汪先生我吃这个补充剂我吃的量是非常少的啊 比如说萝卜硫素有的人一天吃三粒 我一天有时候只吃一粒有时候都不吃 平均来讲一个星期我可能吃个四粒或者三粒四粒左右 一天平均一粒都不到啊 我平均吃一粒都会嘴唇开裂 还包括那个透明脂酸 我也说我一天我一定有的一天吃两粒来吃吃几粒 我一天最多吃一粒一样补充剂 我最多就只吃一粒 而且我吃了透明脂酸 我可能萝卜硫素就不吃了 吃了萝卜硫素我透明脂酸可能就不吃了 我吃了非常少啊 吃了这么少怎么还会这个嘴唇开裂呢啊 我吃了少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特别小心啊 防止这个补充剂补充剂嘛 它是补充身体某一方面的这个缺失 你也不能一下子补充了太多补充了太多可能 这个又会又会过头啊 然后你看那些老外看那个布莱德博士 那个布莱德博士他一天吃那么多种 吃十多种补充剂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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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那么多东西 他怎么一点嘴唇都嘴唇开裂这种事情 从来没听他们讲过 还有其他的那些老外他吃 他们吃起来吃这个量都非常大啊 什么吃吃什么一克吃就吃一克啊 这个那种像Sinclair那种 还有一些其他的老外 他们吃这个量都非常大啊 这个他们好像都从来没讲过嘴唇开裂的问题啊 这个我也想到有可能是因为这个老外 他这个体格跟这个中国人亚洲人就不一样啊 他可能比比比比较比较粗比较粗啊 这个比较耐受比较比较比较强啊 不太敏感 那亚洲人啊像我这种亚洲人啊可能 比较敏感啊肌肉也不强啊 比较可能这个神经比较细腻 或者说这个比较这个反应比较比较细腻啊 他会有这个嘴唇会裂啊 那这个嘴唇裂也不是个坏事啊 因为嘴唇这个器官也是身体内部的器官的一个反应啊 你嘴唇在裂能够看得见 如果你的肝脏裂了肺裂了 或者出了什么问题 那根本看都看不见知都不知道 至少就是说 这只是一个从内到外的一个表现啊 代表了这个身体对这个补充剂吃进去的这个反应 也表示这个可能这个量稍微大 那我们再把量再调小一点啊 比如说我这个萝卜硫素啊 最比原来是连着两天吃的 那么我现在吃一天必须隔一天 或者这个透明脂酸必须吃一天 必须隔一天 或者两个轮流啊或者怎么样 如果如果有三种补充剂在手上转的话 一个星期一种补充剂只能吃到两粒左右啊 我现在手上是这个萝卜硫素 透明脂酸 还有一个以前买的那个姜黄素 姜黄素素还没吃完 还剩一些 我现在把它吃完 就是这个姜黄素 就是这三种在手上转的吃的 其他的也没怎么吃啊 维生素C维生素D的话 维生素的话 我一般出门的时候啊 出门的时候要到人多的场合去聚了 什么去火车站啊 去车站啊 去乘公交啊 去乘地铁啊 那么就吃个维生素C和维生素D 因为在人多的地方 这个病毒细菌比较多啊 维生素C维生素D出门 出门之前吃一下呢 可以增强你今天的这个抵抗力啊 我是这么安排的 我还是吃的比较保守的啊 吃的量也非常少啊 就是这么保守呢 我嘴中这个都裂了 你看这个都裂了 所以还要更加的保守一点 还要是更加的小心一点 然后最好是确定到底是什么补充剂 吃了之后造成嘴中开裂 有可能是萝卜硫素啊 也有可能是那个透明智酸 那现在还不确定啊 接下来我再停掉一段时间 然后再换其他的再看一下 这样的最后就分析出 是什么东西造成的这个原因啊 如果你也有类似的这种反应啊 因为很多人问我说 我吃了这个补充剂 有什么感觉 有什么反应有没有感觉变年轻了 有没有什么身体变得更好了 我告诉你 我的反应就是嘴唇开裂了 没有感觉变年轻啊 这么年轻这种东西是 是非常内在的一个东西啊 你很难去测量很难去 很难去描述它 这个年轻不年轻 当然了你也可以看我的视频啊 看我视频 你看万一一年前的视频 或者六个月前的视频 和现在的视频看起来就不一样啊 讲话就不一样 语调语气语速神态都不一样 你如果能够从这个里面分析出年轻不年轻 那也是 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刚开始做视频的时候肯定讲话比较慢啊 思维在语言大脑这方面 还是神经连接的比较少啊 讲话的神经连接的比较少 现在这个讲话讲的比较六了啊 因为连接的多了 经常练了嘴皮是变的麻利了 变的变六了啊 那这是一方面的原因啊 当然可能还也许还有其他原因 也许有其补充剂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那这个我们都不知道 只能说不知道啊 只能是猜测 因为我是多管齐下的 我不仅仅是吃补充剂 我也有体育锻炼 我也有这个断食 那么你说这个到底是补充剂造成的 还是断食造成的 还是体育锻炼造成的 只能说不知道 不知道 因为三种事情我都在做 你到底是什么造成的呢 不知道 好我今天就闲聊 跟大家分享一下 吃了这个补充剂的反应 如果你吃了也有什么嘴唇开裂啊 或者甚至身体上一些细小的细微的变化 也可以一起探讨 然后最关键的还有一个就是要有记录啊 你今天吃了什么 昨天吃了什么 后天吃什么 要有一个表格 有个记录 像我就是有记录的 我记录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 好 这个就是我的记录啊 大家看到上面 一二三四五六日 这是周一周啊 周上 这是周五周六周日 每天吃的东西都写在上面的啊 虽然没有写的那么详细 但只是写了个大概啊 然后补充剂必须是要写的 然后吃了食物的话 你觉得这个食物比较特别呢 把它写上去也是可以的啊 这样的话 就可以记录你每天吃了什么东西 然后你要追查 今天发生的这个身体的反应 是有吃了什么东西造成的 那你就可以追查到 就这样 有了记录之后呢 然后你今天吃了之后 身体什么反应 或者睡不着觉 或者什么嘴唇开裂 或者怎么怎么样 你就看哦 是不是昨天吃了什么东西 是不是前天吃了什么东西造成的 然后你接下来就可以进行调整 这两种东西 我不吃 再看会不会这个状况消失 由此通过这种 这样的这个吃和不吃啊 这样来推断你这个症状 和这个吃的东西的关系 我们还是要讲究一个科学精神 客观的科学的精神 来研究这个补充剂 欢迎大家有什么体会 也来跟大家 其他人跟我一起交流 好谢谢